你爱得太痛是因为伤得太深 感情遇到问题需要求助 多数的原因是受困者被焦虑分裂强迫 恐惧或者妄想所控制 而上次了对自我的控制感 在各种复杂的情感压力下不知所措 不能控制自己的感觉真的很糟糕 说说常见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 已经明明知道对方不是爱自己的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可是还是爱他就是不能放手 第二种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明明知道不该爱还要去爱 结果浪费了大好年华不说 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 第三种 选了一个很糟糕的另一半 把好好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折腾得疲惫不堪 选择结束一段亲密关系需要勇气 爱上一个除了投入感情之外 还有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 每个人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去爱一点也不过分 无论爱的代价有多高 却不可否认 也不可避免另一个事实就是 当你们的爱退去时 从相爱变成相互折磨之后 我还不肯放手 此时就是在浪费生命 这时困扰你的痛苦就已经不仅仅是对方不爱你而导致的 还因为你对自己无能为力 来看几封天有的来信 1.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在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不在 过后就会问我怎么不跟他说 可每次我找他 他都会说 我很忙 我今晚要加班 反复给了我温水 又把我放入冷水 2.老公对我不好 不关心 不体贴 挣的钱也不给我 孩子不管不顾 家里所有家务都我一个人承担 可是觉得他人并不坏 我还不想离婚 3.和情人分手一个月了 本以为我的心情好了 可是在昨天再次回到当初相恋的地方才发现 我并没有走出这段感情 我们分开的原因是被他老婆发现聊天记录 最后他说为了不让他老婆继续用言语伤害我 还有为了孩子和家里的老人 所以他选择离开我 当时我没跟他吵闹 这一个月过去了还是不能忘记 每天都很难过 类似的来信我回过很多次 这些情况无论是他自己 我还是旁观者 都会知道怎样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根本是没有选择 只有放弃一条路可以选 可是他却不甘心 希望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们想要更好的办法是什么 无非就是让这个变了新的人 能重新爱上自己 从冷漠如冰变成热情如火 但是这不可能呀 相爱一场都无力改变 何况我只是一个陌生人 要想从感情的困惑中走出来 不能等待或者寻找办法让对方改变 而是要想办法改变自己 当所有希望寄于他人身上时 把喜怒哀乐都受控于他人 无论爱的那个人是多么差劲 只要他稍微有一天心血来潮 突然笑一笑 说了两句关怀的话 就会把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做出分手的决定击溃 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说明并没有足够的力量 也没有坚定的信念要让自己从糟糕的感情里解脱改变 你不是依照自己的价值观而生存 也没有能力殖灭自己的情感和内心 这种状态下的人的情感满足方式 不能靠自我体验 而是要依赖他人来获得 如此一来自然非常危险 之前我们还说到一点 成年后感情之所以匮乏 是因为成长期感情匮乏 之所以感到孤独 也是因为成长过于孤独 这点如果不好理解的话 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自尊心不足 自尊心太强活得很累 可是自尊心不足就会过得很糟 自尊心不足会导致没有底线 并且容易有消极的心态 因此在情感中懂得调整 并且保持适当的自尊心相当重要 今天写的这些内容偏理论话 简单总结一下 任何感情问题都没有两全其美的良药 表面上看来感情问题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方不伤害你 你怎么会痛苦呢 其实不是 你要去想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不靠谱的人 你又为什么会接受一个伤害你的人 为什么一个原本对你好的人会180度大改变 当一段感情已经变成伤害的时候 你有权选择结束和放弃被伤害 可是你没有选择结束 那么到底是对方在伤害你 还是你自己在伤害自己呢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拥有控制自我的能力时 就会拥有控制感情的能力 做到这点才可以避免被伤害 所以归根结底 为什么会有感情的困扰 还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困扰太多 意识到改变自己 自然会有好感情在等着你